说起和田味道 烤包子绝对是优秀的代表 面皮 羊肉 洋葱 几种简单的食材包裹在一起 在火热的囊坑里慢烤 创造出金黄酥脆 纯齿留香的和田风味 在和田说起烤包子 人们往往会想到玉龙喀什镇 这里的烤包子受到江内外食客追捧打卡 美名远扬 和田特色玉龙喀什和旁边的烤包子 好吃 这间店是我爸从1986年开始经营的 已经有37年的历史 现在我们店里有烤包子 烤肉 肉囊 和小碗的切子拉面 我们的烤包子是从和面到大的过程 全部都是出工作的 还有我们用的面粉就是和田 最特质的面粉 用的羊肉就是和田奔地羊肉 店里面的调料也算是我们自己的米饭 和面 调馅 擀面皮 包制成型 每一个步骤紧凑凑有序 包制完成的包子被送到炉边 师傅熟练地将每一个包子贴到火热的炉壁上 经过二十多分钟的烘烤 白嫩的面皮渐渐变成金黄 随后一框框新鲜出炉的烤包子穿越后堂 被送到前厅窗口边和每一位等待的时刻桌前 和田的烤包子各大 形圆 馅料饱满 吃烤包子也讲究方法 首先要用工具挫掉底部的盐块 然后包子倒扣 掰开 散去内部的高温 慢慢使用 现在我们店每天可以享受两有三千到五千个烤包子 有时候这些烤包子也供不应求嘛 那个顾客的需求 我们也满足不了 烤包子在和田人的心中 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食物 更是一种生活方式 许多人隔三差五就要专程赶来品尝第一道的烤包子 这边烤包子都大 然后比如五重鞋啊 它都是那么长的 一个扁长扁长的 这边都是圆的 比较有特色 好吃 这包子很好吃啊 我们从小喜欢吃烤包子 味道不一样 这里的味道太好吃嘛 很香了 对于一些曾经漂泊在外的和田人 烤包子也是一种乡筹 我这边干了十多年了 我十七岁的时候这边 这边学打烤包子呢 然后2017年我去北京了 北京待了三年 然后回来了 然后我们这边的烤包子太好吃了 我这边来了十多年 那个烤包子 烤包子也没有变过 它现在又好吃 现在我们这边吃烤包子人 不仅仅是和田北地人 我们店也算是来和田的 那个旅游的王宏大开明市 要就是我们这边来吃 烤包子人现在也越来越多的 不吃烤包子不算来和田 小小的烤包子 陪伴了一代代和田人成长 也为远道而来的时刻 留下了难忘的美味记忆 和田是我的假象 欢迎你们来到我们和田来玩 到我们家品尝一下 我们的烤包子 欢迎大家来和田吃我们烤包子